他就因為一般 消費者不滿 他就說我這是牛腸 到底是不是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也有人在詩詹 說什麼你家煮多少 有的人賺多少 這很多嘛 有啦 就像這塊他跟你騙一百人 或是五十的人 以上有嗎 這塊就是你的 我給你保養 但是一百人就認了 因為一般人家裡 也沒辦法保養 對… 所以你這塊也認 他也認 其實他是重複認養 重複認養 再來因為 為什麼說 他有細菌的牟利 就是因為牛腸太貴了 因為牛腸 所有都是保 包括蝦子對不對 對… 蝦子啦 茶啦 牛腸菇啦 像我們這個 蝦子可以做什麼 蝦子跟茶 都可以做香皂 香皂 蝦子跟茶都可以做香皂 以前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這是家人 現在不能買 像這個我們創作 也用造型 這是蝦子 這是祭寶粉 這也是蝦酒 那品看看有香嗎 有啊 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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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啊 那種清香的味道 那牛腸汁 牛腸菇 那更不得了了 對… 這差不多一年半 如果再放一段時間 它會產菇出來 這都會產生固定 因為這也是… 我看看 這也是軟軟的 這也是已經執菌了嘛 對啊 執菌 這也是執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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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執菌 你給客層租很多廢墓 浪費了啊 不會啦 因為人觀感很重要 你的造型非常重要 好 這是牛腸墓 所以為什麼會去到發牛腸墓 因為牛腸墓很珍貴 而且商業價值很高 沒錯… 好 今天賴桑你也帶了其他的木頭 對不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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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的… 這個雪隆墓 雪隆墓啊 對… 雪隆墓是… 它印尼的國寶 這些都是尊貴的 對… 對… 寶貓咧 對… 雪隆墓就是印尼的國寶 對… 它也是算是… 什麼樣的木頭 它也是很… 枝材很硬的木頭 它也算快木類嗎 快木類 �也算快木類 對… 好 這次我知道 這是我們台灣 SHA importantes 因為我們台灣最愛的基原保 對… 這也可以打開嗎 這樣就可以打開嗎 這不行 這是製造的 Teacher 對 好 這是甚麼 就這樣就用皮膩了 對... 那是聚寶盆 聚寶盆 像這樣啦 打開的聚寶盆 就用皮膩了 對... 我們也用做聚寶盆 好 阿賴 這是什麼 這是小葉子潭 小葉子潭 聽說小葉子潭長得很慢耶 對 他們這個是在印尼 印度那邊也是速度長得很慢的 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什麼200年才能夠多大 沒有 像我秋頭這差不多要多久 這差不多要四五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對... 所以他長得很慢 就像牛樟一樣對不對 牛樟也很慢 對... 牛樟差不多多久或多大 你如果像這幾差不多要二十五年 差不多兩百年 這幾兩百年 對...兩百年 兩百年這樣很大 它裡面的質地才會好 那像這個小葉子潭也是長得很慢的 對...小葉子潭長得很慢 它這個是哪裡的 這是印尼的 印尼的 那小葉子潭通常 拿來雕刻 它的雕刻 對...拿來雕刻 它的價格也很高 對...價格很高 雕神像什麼的 也很香耶 也很香耶 對... 好...那還有... 這兩個都是... 這幾個都是印度老山 印度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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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老山是不是很多人拿來做精油 對...做精油 因為它是... 很香... 也可以做香料 喔... 對不對... 聽說你也要給人家騙 對...對... 我們買老山的時候也是要給人家騙 老山炸的時候 誰都給人家騙 我們要買是買真正的牛杖絲嘛 牛杖木嘛 它是用平地上賣給我們這樣子 喔... 那個時候還不會分辨 對... 那印度老山怎麼被騙 印度老山它本身 它有什麼騙 它...就是把你抹精油給你嘛 那你聞的時候 這個是真的是印度老山 但是真正放在家裡 一段時間它的味道不見了 就被騙了 噴那個香料 噴香料 噴那個... 噴香料或者抹精油啊 對... 對... 金金啊 無告香喔 是... 所以印度老山很多人是拿來做精油 對... 這個也都是嗎 對...這個都是 好...這都是很戒代的 不過... 我們台灣的香料器 現在也不能買買嗎 不行... 聽說最高的時候 它們是算財的對不對 對...算財的 一財炒到多少 嗯...差不多有 黑市的價格 一財差不多在兩萬三萬都有 一財兩萬三萬 兩萬三萬 一財大概多大 這個就差不多一財了 這樣差不多一財 對...差不多一財 所以我們台灣香料器 如果在黑市也炒得很高 對... 那像這個牛杖木呢 這個牛杖木現在炒得很高啊 像這樣子一財差不多多少錢 這個一財... 一財... 剩一頓嘛 三頓 三頓的啦 一頓現在大概... 大概... 三十萬左右 三四十萬啊 三四十萬 如果是刁割了財數的話 可能會比較高 你如果說像這種要來職訊的話 它的價格會比較低一點 像這樣一財呢 像這樣一財呢 這一財差不多 但現在其實牛杖木更大的價值是在醫療上 醫藥上 對... 那兩方真的是抓不勝抓 抓不勝抓 因為它這個利潤太大 因為這個利潤太可怕了 而且有一個特色 牛杖木它是全世界在台灣特有的品種 就是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台灣有 台灣特有種 那三老鼠 這個三老鼠 我講好聽一點三老鼠 就像小偷 那小偷 鋸這些牛杖樹也好 鋸這些檜木也好 因為它們利益太龐大了 它鋸掉之後 怎麼運送 第一種他們記掉了 它有可能把它丟掉 碰紅苔的時候 如果碰紅苔的時候 順著那個颱風的那個水流 其中之一 流下來 那其中之一 我要碰過是這樣 因為我們武將 它先做好 但紅苔的時候它才放下去 對 變漂流木 有要標 尾巴要跟它去標的 第二種 以前我們是農林廳 林務局 現在改名叫做 現在叫做農林務局 以前叫做農林廳 巡山員 那他們巡山員很多 少數 少數的不孝業者 跟他們這些 山上的小偷 山老鼠 勾結 勾結 你看這一棵樹 原本這麼的漂亮 這棵球 你知道嗎 這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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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它的樹齡 大約在200歲左右 200年 花年輪來的200年 記住後來你看它 先倒這樣子 倒這樣子 倒這樣子 這棵樹 你看 倒這樣子 它一棵樹下來 都鋪到十公俗館 那之後呢 它怎麼樣 分段 一段一段 記起來 分一段一段 聚完之後 聚完這些東西之後 很簡單 你說 你要自己這些 老闆自己去摸 不可能 老闆一巴掌 都請搬運工 因為很難抓 為什麼很難抓 因為一些 一些 山上的 上班這些 巡山圓 我說少數的 巡山圓 他第一點 不知道 跟人家有什麼 屬地下的好朋友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第二點 說得難聽 他不敢報案 山上的勢力比比較大 山上 我們不要講說 山上到底是什麼原住民 還是當地人 這個都不談 但是就是他本身 在山上的勢力很大 我有一個 以前我的長官 叫李某旺 他調到高雄六龜分局 六龜分局的時候 他有一年 2015年 去接著一個通報 接著通報 六龜那邊 往南橫那邊 有人在罰那個牛章 罰牛章 那個時候他聽起來 因為他北部的警察 調到南部起來 牛章怎麼跑不去 就問他隊長 問他郭隊長 說牛章是什麼麻糬 湊茶怎麼跑不去 他說沒有 報告分享 牛章樹現在中國大陸 吵得很兇 通通來台灣買 那他們都事先先預約 預約這些山老鼠就先砍 砍掉之後 都趁三更半夜 才把它運送下來 林某旺一天就說 他這樣不得了 這是國保 世界也是把它列為保育類的東西 一級國保的數目 國保墓 在台灣目前是一級 一級國保 結果他就派到郭隊長跟監 跟監怎麼講 六龜六龜你要去過 老農西過去的那邊 老農西 要去往南橫那個地方 一條路而已 就那麼一條路 當地的在地人 你看到車子來了 你這個外地 馬上警戒心就來了 通通都不動 等到你這部車 還過去盤查你 你是哪裡來的 所以他看車子就知道 他看車子就知道了 因為那邊 外來人口很少 不是當地車號 第二個 你人到那邊 你去登山客 他一看就是 你是不是登山客 他就知道 所以沒辦法查 沒辦法抓 那就要找那個印啊 要找臥底 找臥底 因為台灣現在有一個 我剛才有說 他們巨下來這樣子有沒有 一段一段 你要搬 這要搬運工啊 搬運工 你覺得他搬運工 你一天會給他幾萬塊嗎 不可能啦 他的工資也不高 一天了不起幾千塊錢 可是現在檢舉獎金 五萬塊 最多三百萬 我是你請的搬運工 沒關係啊 我就爹檢舉你就好了 我檢舉就好了 我們五五萬 哪比較好呢 所以第一個 警方的來源 就是搬運工 搬運工 就是警方的線索 第二個 有臥底 那這些臥底 可能是你的敵人 你的敵對 你喜歡這顆樹我也喜歡 被你拿走了我不爽 被你飆走了我不高興 或者是原住民會不會 會 原住民比較了解他們的 會 因為當地 所以我剛剛才講 當地居住的原住民 了解整個山上的森林生態 但是原住民是很單純的 他都是被外面的生意人進去 外面的生意人 如果台灣 我剛才說 北部人比較緊張 那種有沒有 拿著用那種利用 用一些金錢利用這些 當地的原住民 統統統就結合 一拍集合 所以他們 抓那個案子的時候 就找了當地的 我們講說當地 他們滲透進去之後 他們就是臨城 運送 找到了 原來他們運送的地點 他們巡銷管道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的生計公司 生計公司 第二個就是伯明家店 藝品店 藝品店 第三個就是三老鼠自己賣 自己賣 當時很多大陸客來台灣 大陸客來台灣 大陸客來台灣 這都會最多 那如果高雄西子灣 去那些 連池塘 那些地方都有大陸客 你去那多數三年就好 那就有人跟你問 所以當地的三老鼠會這麼做 所以他們後來去 一舉破獲 查了16個人 16個 包括 因為我想說 當地人不拿去 沒有 外地人不敢進去 或是巡山人不敢進去 他查獲了好幾把 散彈槍 三把發競技 還查到了很多山槍 保育類 我就之前有講過 他送給我那個朋友 兩隻小黑狗 那個小黑狗 養到時候變台灣黑熊 就是那裡的 兩層變台灣黑熊 是啊 他就送過那個人 他小時候以為他是小狗 小黑狗 我這小黑狗 沒那麼多多的這麼漂亮 駕到大隻變小黑熊 台灣黑熊 上我屏東科技大學 再來 台東有一件誠信嫌犯 這樣比較誇張 七百年 七百年的樹 他把它鋸下來之後 我們講 牛樟之後味道很香 很濃郁 就這個畫面 對 他這就是三老鼠 那是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因為他太香 所以他鋸回來之後 他地底下挖了兩公尺深 兩公尺深把這些牛樟 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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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看 我才給你看 平常你聞不到味道 所以警方查不到 那是扮演... 因為他味道太重了對不對 味道太香了 所以他必須要... 他必須要蓋起來 否則很容易被抓到 必須掩埋他那個香氣 所以這一件案子破了 也是因為 縣民當作賈買方 會給他握出來 從水泥挖開 才起出來 原來不得了 七百多年的牛樟 是 所以牛樟在目前也證實了很多地方 都證實了他有三鐵類 雜七雜八的 他有醫學的一些效益 所以三老鼠這些 不根絕是不行的 但是說實在 千萬不要黑白痴 因為其實樹也有樹林的 對啊 其實我剛聽了以後 我只能說他們運氣好一點吧 還沒講我親身經歷的時候 來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照片 我想你看 這是一片森林吧 看到了嗎 是 好 其實每一棵樹都有林的 只是說大家可能 你們在山中的時候啊 沒有去進絕道 你看 其實這個林呢就在下方 他就住在這棵樹上 就看了這個計程 就把這個相機拿出來 啪啪啪啪 就到處亂拍 那天晚上 這個報社就接到雅萍姐的電話 雅萍姐打電話說 明天不准登這個照片 如果我在這個媒體上面 看到這些照片 登這個新聞的話 我就打你們報社難透 還沒講我親身經歷的時候 來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照片 我想你看 這是一片森林吧 看到了嗎 是 好 其實每一棵樹都有林的 只是說大家可能 你們在山中的時候啊 沒有去進絕道 你看 其實這個林就在下方 他就住在這棵樹上 在哪裡 你看到我們這個這個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我圈的 我圈的再緊一點 讓你看得更清楚一點 有一個光影 我們原住民呢 都相信山中的每一棵樹 都是有林的 而且呢 在我們的慣習當中呢 只要是活的樹 超過百年的樹 我們就不敢動 這個林 他就是在這裡自殺的林 所以他守在這個地方 我只能說呢 運氣好吧 但是呢 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呢 那更可怕 多年前 我們也是一組工作人員 我們到一個古戰場 其實那個古戰場 是因為我們去的 就像剛剛你們所聊的 其實那裡有非常多的一集目 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畫面嗎 對對對 什麼牛章 田野奇 其實它是一個古戰場 你看不出來吧 那這座山是 就在我老家後方 在靠近大壩尖山的地方 靠近大壩尖山 可是呢 當時啊 我們去做這個拍攝的時候 那當然非常的順利 天一過 那當然啊 就扎贏了 就休息 這個時候呢 我有兩個 一個是我的助理 一個是陪同我們去拍攝的 一個主人 兩個人就聊起來了 哎呀 沒有什麼嘛 一點都不可怕 另外一個人就說 就是啊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 完了 因為我知道 我們要去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是一個不能亂講話的地方 所以我陪同我去的這位長老呢 他不僅是部落的巫師 而且還是一位通靈的人 好 趕快睡覺吧 天黑了 就在我們睡的時候呢 我是第一個 這是你們扎贏的地方 這是我們第二天了 第二天了 這就是第二天了 我前一天的 其實我們住了 我們預計拍三天 兩夜 但當我們在睡的時候 我真的我沒騙你喔 我睡得很舒服 因為其實在山上冷嘛 突然覺得有人踩我的肚子 我眼睛一睜開 沒有人啊 怎麼會有人呢 好 會不會是你的主人惡作劇啊 不不不不 我眼睛一閉下來 隔壁的長老 自由 自由 我醒 怎麼樣啦 媽媽 剛剛有人踩我的肚子 他一講完 所有人說 我也是被踩啊 我說真的假的 可是這時候 最可怕的是 就在帳篷的外面 就像這個火堆 然後呢 有一個影子 然後助理惡化部說 小偷馬上一衝出去 一衝出去的時候 大叫一聲 哇 蹦 倒下去了 我們出去以後 他真的昏倒 我們那位巫師 真的昏倒 我們那巫師 趕快啊 壓這個壓那個 大概才五六分 醒過來了 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個老人 拿著一隻手 在那邊啃 都是血 我就胡說八道 你不要嚇我們好不好 我們還有兩天要拍耶 你不要嚇我們好不好 反正呢 就睡了不管 第二天 一樣拍 天黑了 就像這樣 又是這樣 四周黑漆漆的 對 生活渣營 然後呢 那個看到的那個人 我們在吃飯吃得很高興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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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後面 你的後面 咬你的背 就是那個老人在咬你的背 官 那被咬的那個人不會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就覺得毛錢 但是說 拜託 還有一天 還有一天 好 可是那個時候呢 陪同我們的巫師 他是一位通靈者 他過來跟我講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看不到 我就說媽媽 媽媽的意思就是 長輩的意思 我說對啊 你為什麼看不到 睡囉 我們繼續睡 在睡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天呢 一定要威威有亮的時候 撒撒的聲音 我那個長老親眼看到了 他看到那個老人啊 啪 把那兩個人的魂 他的靈啊 抓了起來 就往那個直接帳篷衝出去跑了 他只說 跟我走 你們其他人看著 我一跳起來以後 我馬上呢 跟我部落的主人 我們兩個就跟著他跑 非常的快 可是我真的看不到 前面看到沒有 他就抓著他們兩個人 快 走 我們就一直跑一直跑 媽媽是抓到他的魂對不對 不是人 對 不是人 是他的魂 我們就三魂嘛 當中一魂被抓走了 就抱著 後來距離呢 大概要15公尺了 不要動 我們就全部躲起來 我說媽媽 你在看什麼 我看不到啊 我真的看到了 好可怕 他的手呢 就在我這個肩膀上 一搭 啪一搭 馬上我看到了 馬上他的形體是 有四隻手 六根腳 四隻手六根腳 四根手六根腳 然後我看到他 然後那兩個人的靈 我不看到他 不是很清楚 然後他就抓他手 一直咬 一直咬 我說哇怎麼辦 然後 在吃在吃 那時候在吃 然後後來那個長官 趕快趕快 刀子拿出來 先保護自己 我們就先割手 割手呢 這邊沾血 這邊沾自己的血 最後呢 田林蓋沾自己的血 我說為什麼 你不要問 快 好 接下來又跟我說 蠟燭拿出來 蠟燭 對 我記得上次我說過 戴蠟燭吧 戴告訴你喔 蠟燭其實在山上 非常重要的喔 蠟燭拿出來 因為要點火嘛 因為要點火啊 不是啦 不是啦 我上面有說你不記得喔 你忘記了喔 好 他蠟燭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呢 我們拿出來以後 他馬上做兩個圓圈圈的繩子 然後用他自己的血 在這個繩子上抹下去 然後呢 他在那邊吃 然後蠟燭呢 往那邊丟 一丟過去的時候 馬上 那個鈴呢 轉過頭來 四處找 四處找 找找 他往那個地方去了 結果看到他 把這個蠟燭撿起來 這樣就在吃了 喔 他喜歡吃蠟燭 就在他吃的那一刻呢 我們的長老呢 衝過去 馬上呢 他用那個繩子 兩個圓圈 一人套一個 啪 套起來以後馬上圓圈 一收到他的綁緊 回過身 啪 我們就開始跑了 然後呢 跑的時候就開始丟 丟這個蠟燭 丟 然後呢 一直丟 就只聽到後面的聲音 刷刷刷刷刷 追 最後我們回到營地了 回到營地以後呢 後面還沒有喔 大家告訴你喔 趕快 進到帳篷裡面 第一件事 那兩個人呢 他就把那個繩子 繩子呢 拿出來 放到他的這個胸口 再割他的血 再割他的血 然後呢 這邊點一下 這個地方再點一下 然後在胸口 然後開始叫他的名字 然後我們開始叫 回來回來 大概差不多三分鐘 啪醒過來了 二話不說 所有的東西全部我們下山 等我們走出到安全的地方的時候 我好奇的是 媽媽 為什麼他沒有追過來了 第一 天要亮了 那座橋 他也不敢過來了 第二 為什麼天天你看不到 我們就不要在那裡就好了 他說 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 我們碰到的 這個不是一般的零 是什麼呢 夜叉 夜叉 夜叉他是有修行的零 而且呢 他有修行這個夜叉呢 他專門吃零 不管是死掉的零 活人的零 他都吃 然後呢 我們的長老告訴我們說 我們運氣很好 我們只是碰到 法力低一點的零 他只有四隻手六條腿 要是我們碰到 十二隻手 十六條腿的話 那我們全完了 最後呢 回來以後 我們兩個 兩個TK的人呢 確實 這隻手全部是黑的 一個被子全部黑了 整整修養了三個月 所以那個地方 我們再也不敢去了 所以蠟燭蠻重要的 平常要戴著蠟燭 碰到夜叉的時候 用蠟燭拐它 緊急的軍事最前現在 今天要等您關心的是 印度人肉金字塔月兵 又來了 你還記得嗎 過去我們曾經講過 他們的人肉金字塔月兵 實在是神乎奇跡啊 有人說完勝馬戲團 七輛摩托車上 近三十人疊羅漢 組成人肉金字塔 360度旋轉的人體風火輪 展現驚人平衡 千手觀音術挑戰極限 也是每年必備 印度第六十九屆 共和日月兵慶祝活動 特殊風格是傳統 也是焦點 月兵排場 一年比一年誇張 誇招百出 經濟獨立 騰雲下午 特技難度和技巧 比馬戲團還要華麗 邊境安全部隊 組成的駱駝動物方鎮 也是場上大亮點 還有一字排開的 動物園系列花車 輸人不輸陣 加年華蕙般的歡樂氣氛 讓人差點忘了 月兵的重點應該是秀肌肉 展現最新最強的軍武裝備 來自東協的十位領袖 在現場一起觀禮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緬甸領導人翁山蘇姬 菲律賓總統肚策地 都是座上兵 印度誇張的寶萊塢是月兵 人肉金字塔 駱駝方鎮 快家動物划車 最狂閱兵 每年都是話題 小金新聞請做報導 為什麼閱兵會 搞得好像是特技表演一樣呢 這個要幫印度人解釋一下 其實大家誤會了 印度的閱兵是分兩塊的 一塊是我們西方所謂的 什麼部隊踢陣部啊裝備 這個叫閱兵 然後另外一塊像這個呢 這叫游席 然後游席還有分好幾種 但是我們都稱它為閱兵 其實它是一個像嘉年華游席 像其實我們國慶也有說 前面是那個國序表 後面不是有民俗表演嗎 這個算印度的民俗表演 但是問題是 表演的人是阿兵哥 那阿兵哥還要會 歐多拜特技喔 這個是進階版 因為你要知道印度其實 印度的摩托車在民間是很多的 當一台摩托車就是他們全家最值錢的家檔 一家八個人騎一台摩托車也是 這個比那個打耍台還厲害喔 這個也是他們也是經常在練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都是練成功的 我常常就看那個練習影片 常常騎一半就像摔得胡說八道了 因為那個車這個車沒改好 那個車其實你不要看它好像土土 那個車都是改裝車 那個馬力要很強 Couching要很好 而且你看它油門鎖定 它不用踩車子自己會走 所以這個是很可怕的 真的是超狂 對 而且你平常 而且還有不只一個人 我現在我曾經看過一台摩托車 這是超狂 對 而且你平常 而且還有不只一個人 我現在我曾經看過一台摩托車上面 搭了27個人 像金字塔一樣 對 金字塔 歪過來再歪過去 像一個船帆一樣 然後給我看 像這個4個人5個人的 這個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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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厲害 這個七八個 10個人 這個就很正常 然後這個呢還是靜態的 還有那種動態的 就是你人搭在上面 你看還要跟著轉 人體風車 而且左右轉上面還要跟著轉 人體風火輪 對 而且還不是一個 一次轉三人 這個就是最有名的 印度人肉金字塔 人肉金字塔 而且是行徑中的 行徑中的摩托車 這就是 跳高列 而且跳高列 有時候還可以載兩個人 兩個人一起跳 印度的 然後他也不是這樣子表演 他會跟著這樣上去 他表演的時候 不是只有這樣表演 還有動態的 讓你穿越 跳火圈 跳高 車體翻滾 像這個東西你看 你看這個是 這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真的也輸人不輸 不簡單 就用了 以前十八人人靠這樣 讓肚子 讓卡車輾過去 卡車直接輾過去 我們台灣都已經多久絕本 天啊 還跳火圈 跳火圈 而且不是一個跳 是一群同時跳 這也就算 你看爬火欄杆 然後你看這個很厲害 那沙烏地阿拉伯 要當阿兵哥 真不容易啊 對 你看這樣跳過去 心情中這樣打 然後他這樣飛過去的時候 人可以這樣站起來 這樣踩過去 然後呢 跳過去 你看 這跳起來 你不要看這個 他跳了一百四十公斤 這不是電影畫面的 這是月兵耶 現場表演 而且這個是沙烏地最有名的 叫做日落月兵 因為太熱了 所以要太陽下單之後 就開始月兵 看你覺得 他會比阿康哥還帥 後空翻一下 然後還咬一下頂 這個跟電影活動 然後大家看這個都爆破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整棟大樓一起炸 多有視覺效果 真的是整棟大樓把它炸 對啊 炸完之後 還要放下來這個海報 這海報就是想 沙國正空勘泰 獸與天旗 先浮永翔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錢多了 所以整棟大樓炸掉就算了 而且他們表演很汗的 那個汽車啊 你看這樣打 整個人都是整個人跳 你後空翻一下還要這樣子 一般來講電影 這個都要彩排幾次 那是現場表演都不會錯 所以我剛說比阿康哥厲害 因為阿康哥是有吊鋼絲的 這個呢是伊朗 這個是什麼伊朗 我們的叫做 這個叫伊斯蘭護衛隊 革命衛隊 這個像齒輪對不對 會移動的 這是用人的排著齒輪 對 它其實有兩個大 這不是以前我們高中的時候 排列字 不一樣不一樣 我們排字是翻版 它是用人走成隊形 而且這隊形是一邊走一邊變化 它可以變成各種隊形 你看像這個是伊朗的 兩個阿拉伯艦轉換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教長 然後教長轉換之後呢 就一起看 後來再來一次 你看這個齒輪還會跟著動 一邊往前走 一邊上下來跟著轉 這個齒輪還會跟著動 而且這個是最有名他們的 護衛隊 跟當初的這種總統衛隊 跟我們的憲兵隊差不多 王室王家的最後衛隊 教長的護衛隊 伊斯蘭教的護衛隊 伊斯蘭革命衛隊 然後呢這個東西 伊斯蘭衛隊 他們的方針也很可怕 大家看這個 我們一般方針人都算太跟著 他現在看這是俄羅斯的 這個叫一字 白俄羅斯 對 一字中隊 可是這一次中隊很好笑 人體骨牌 這有點像人體骨牌 或者像那種波浪一樣 因為它不像波浪 它就整個 其實這個東西很麻煩 因為每一個都是要求基本動作 所以每個人的基本動作都要一樣 速度要一樣 然後抓那個時間差 這樣排過去就很漂亮 那個時間差距可能是幾分之幾秒 對 沒錯 可能三分之一秒 五分之一秒 這個隊形其實各國都有在排 可是巧妙就各有不同 好 那這個是什麼 像這樣看這個的時候呢 這個是他們另外一個很厲害的 那坦克芭蕾 坦克會跳芭蕾舞 基本上我們坦克都看他走對不對 你看原地旋轉 跟芭蕾舞天湖在那邊旋轉一樣對不對 旋轉的時候呢 你車轉 砲管不轉 或者是砲管轉 車體不轉 就像那個揮舞手一樣 而且是同步的 就像芭蕾舞跳原舞曲一樣 突然覺得他們國外的閱兵好看多了 我們都是走雄壯威舞路線 人家他們真的是花招百出啊 但是也有失敗特色的 伊朗 伊朗他們的特種部隊表演擊破 什麼胸口對大使什麼什麼 這個擊破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陶翁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怎麼燒 也不會很難吧 燒神金剛翁 他怎麼搞了半天 對 他側踢不破 然後他就來個180度 博山無鷹腳一直失敗 180度踢不夠 他這次來個227度踢 換了一個學長出來 瓶子踢掉可是還是破 瓶子就厲害了 對 然後最麻煩的是呢 司令部國王長官通通在看台上 本來笑笑的 越看那個笑容就越笑越僵 越笑越張 這樣到後來他們就算了 鞠躬下台 瓶子還是沒有破 所以你不要看他們好像神無奇蹟 也有特色的時候 緊接著 原來的焦點非常有意思 帶你來關心的是 余天為什麼會在蔡英文總統面前 躺躺了呢 好大大 為什麼呢 都是為了他的女生 一大清早緊握住老伯伯的手 民進黨前發言人吳佩毅參選中正萬華區議員 卻碰上余天的女兒余小平同區參選 余天甚至拍桌不滿為何黨中央要派吳佩毅 余天前一天在民進黨中職會批評 余小平去年就說要參選 為何黨中央還要派出吳佩毅根本不尊重他 還對去年拳代會通過了35歲以下參選人加權計分 很有意見大罵這到底算什麼 其實今年1月4號余小平臉書粉絲專頁 余天還發文問大家到底要不要參選 跟余天說去年表態似乎有些出入 不僅愛女心切甚至想讓兒子余祥全 跟著政務委員唐鳳一起學習 老爸為兒女操心還不惜槓上總統 惹來不少爭議話題 看來余天很希望余小平選 對啊 而且這麼妙 在這個民進黨的中職會上面 他前半段是幫他兒子找工作 後半段是幫他女兒找工作 所以可見余天跟李亞平 這一對父母親他為了他們家三個寶貝 兒子跟女兒真是拼了命 除了這次余小平這個事件 引起很大的爭議之外 也有人反應說 不是就是余小平在選嗎 為什麼萬華中正地區很多的選民 都是接到余天大哥的電話 當然不是余小平在選 當然是余天在選 對齁 打來都是說我是天啊 奇怪 這個候選人叫余小平 怎麼會變成余天了 所有事情就爸爸在做了 但是提到他們家呢 曝光度最高當然就是余祥全啦 過去余祥全大大小小事情 余天大哥那是大大小小戰役 無異不語 好妙 他們家的兒子連交個女朋友 參加一個綜藝節目 這全家大小呢 都會出面幫兒子說話 哇 這余祥全真是全國知名度真高啊 全國知名度最高的靠爸一族 但仍余祥全說 我不是靠爸族 是你們誤解我了 不靠爸 靠誰 靠爸又怎樣 你小子不是老爸老媽養大 靠誰啊 你現在靠什麼生活 靠什麼生活 其實今天來講 我坐在這邊就已經在賺錢了 我知道啦 但是不是偏便有通告費啊 當然啊 還有 而且我的通告費還不夠 你喝一湯啊 我有公司啊 我有投資一些事業 你有在工作嗎 有啊 我有投資 那平常爸爸媽媽有給你租費嗎 對 當然沒有 都完全沒有 沒有 你都沒有買到家裡的錢 沒有 你有說白菜嗎 有 真的沒有 卡都是我自己的 是你自己的 不一定是你自己付花 那一個月收入有沒有十萬以上 有沒有十萬以上 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怎麼會花 你跟我講怎麼花到十萬 沒關係 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我都收入 收入 加公司的分紅 沒有那麼多吧 可能六七萬五六萬 平均一個月五六萬六七萬 不要多少錢 這個表 這表是我去年的生日禮物 家裡給的 我爸 這個表還是老爸買的嗎 先余祥全一舉一動 爸爸盯得可緊 各位記不記得余祥全 過去所有的女朋友 他爸爸都有意見 有一次余祥全交往了一個Jenny 這個余祥全很喜歡Jenny 兩個交往了三年 結果常常打打鬧鬧 而且在夜店門口被拍到 兩個人就吵起來了 還有一些肢體動作 被網友給拍了 這件事情余天大哥多生氣 余天大哥就直接對著媒體唱歌說 他有告訴這個Jenny 以後你不准再來我家 哇 這個爸爸真的管很大 女朋友要不要來你家 他都要管 好吧 這次余祥全又換了一個女朋友 叫Amanda 余祥全就帶著Amanda到北投的公園 半夜去幹嘛呢 他們去買了金魚 然後到北投公園去放生 結果被記者拍到 被記者拍到余祥全蠻火大的 那記者又去問了余天大哥 當時余天大哥已經是立法委員了 余天大哥就說 那也沒什麼 我兒子就是很照顧他女朋友 但是顯然余天大哥還滿喜歡Amanda 所以他就替Amanda講話說 Amanda很善良 所以他們只是去公園裡面放生那個金魚 觀眾朋友你們知道嗎 我們是不可以買金魚到公園去放生的 會被罰錢 你可以想像余家這個爸爸跟媽媽 是怎麼樣去護他們的兒子跟女兒 所以在民進黨的中職會去替兒子女兒找工作 余天大哥還是全國第一個 你以為只有余天大哥對女兒對兒子的工作 或交往朋友的情形管得那麼緊對不對 李亞萍 亞萍姐更是拼死拼活 各位記得嗎 她過去余祥全去參加友台的一個歌唱比賽 就是這個畫面非常經典 因為當時她去歌唱比賽的時候 因為遇到毒蛇評審 很受傷 她就傷了余祥全的玻璃心 她在家裡躺了好久好久 據說那時候還看醫生了 憂鬱症 不但看醫生 連話都不願意說了 亞萍姐真的是傷心欲絕 我兒子現在變成這樣了 怎麼辦怎麼辦 父母親這麼焦急 但是媒體記者總是想知道說 到底真的是這樣嗎 病況到底真的那麼嚴重嗎 當時就有媒體記者 帶了一隻火雞當伴手禮 闖進了余天跟亞萍姐的家 結果這個火雞送給亞萍姐 亞萍姐一開始還蠻開心 還想這個記者來還帶伴手禮 結果看了這個記者 就把這個相機拿出來 啪啪啪啪就到處亂拍 拍了之外還跑到樓上去 拍了余祥全 這個不得了 亞萍姐為母則強啊 差點跟這個記者打起來 拍什麼拍拍什麼拍 為什麼要拍我兒子 就把這記者趕出去了 不但趕出去 連剛剛收到伴手禮那隻火雞有沒有 把你扔出去 可惡怎麼可以拍我兒子 火雞扔出去了 不但扔出去 還沒完喔 那天晚上這個報社 就接到亞萍姐的電話 亞萍姐打電話說 明天不准登這個照片 第一我沒有化妝 第二不准登我兒子 我告訴你喔 明天如果我在這個媒體上面 看到這些照片跟這個新聞的話 我就打你們報社南口 撕給你們看 天哪 你可以想像 後來到底登了沒有 別家報紙登了 別家沒登 別家登了 所以當時闖到他家去的那個記者很火大 火雞被扔出去了 照片不准登 新聞也沒寫 露大了 結果別家登了 唉 這就是余天大哥跟亞萍姐 他們只要提到兒子跟女兒呢 就跟你拼了 還有 到座 一下 先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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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